大家好,欢迎来到三位书屋,我是志恒,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 睡前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谚语,尽管很夸张,但这句话一直被引用至今,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年了。 虽表述有些绝对,但苹果确实有着全方位的健康水果,水果界的全科医生之称,它的功效让医生看着都很惊讶。 为什么医生最恨苹果?因为苹果的功效实在太多了,如果每个人都养成每日一苹果的习惯,那医院哪里还有生意? 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是苹果的功效绝对是不能忽视的,远离心脏病,中风风险。 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文章,公布了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的最新成果,每天一个苹果可预防心脏病发作,效果等同于服用他丁类药物。 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如果再吃第二个苹果,那么还会收到额外12%的保护效果。 换言之,果蔬摄入量越多,死于心脏疾病的风险越低。 研究人员表示,给50岁以上的人,每天开一个苹果处方,每年可防止或延迟大约8500个英国人心脏病或中风发作。 建议50岁以上的人,每天吃一个苹果,能够有效保护心脏,清扫血管。 同时熟吃苹果的话,还更能降低血脂,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 三种明星成分,让医生都赞叹不已。 果胶 这种可溶纤维,能够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血糖。 它还能帮助降低身体中的坏胆固醇水平,并像其他纤维素一样,帮助消化系统,维持健康状态。 盆 这种是苹果中富含的营养素,可以撞骨和建脑。 胡黄素 苹果中含有一种类黄酮,这种营养素,能降低包括肺癌和乳腺癌在内的多种癌症风险,还能减轻自由基对身体的破坏,延缓衰老。 苹果虽甜,但糖尿病人也可以吃。 美国农业部有机食品专家巴巴拉·卡米称,苹果中酸甜的来源物质对我们十分有益。 苹果虽酸性高,但并不有害,其酸性由90%苹果酸和10%柠檬酸组成,这两种酸可提高抗氧化能力,防止衰老。 果实的甜味来自蔗糖和果糖,两者都是自然糖,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吃。 高甲低钠,特别适合高血压糖药。 苹果高甲低钠,可部分中和现代人的高盐饮食。 多吃苹果可帮助稳住血压。 成熟的苹果含有80%的水和零脂肪,非常适合减肥者食用。 除此之外,苹果还有牙刷作用。 咀嚼它可以帮助清洁和杀灭口腔细菌,帮助溶解血栓。 降低40%心梗发生率。 吃苹果可以起到帮助溶解血管中心脏病的元凶,血栓。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显示, 每天吃两个苹果或喝一杯半的纯苹果汁, 可以减少血液中的坏胆固醇的含量,防止动脉栓色。 一项欧洲的研究也显示, 常吃苹果的人发生心肌梗死的几率比不吃的人低40%。 三种颜色的苹果 其实苹果的颜色是可以预示出它保健功效的, 比如红苹果、青苹果和黄苹果, 它们的功效就很不一样。 红苹果 红苹果口感很面,皮很厚,味道很是浓郁。 常吃红色的苹果有益于保护心脏, 提高记忆力,保持泌尿系统健康。 青苹果 青苹果更脆,可强健人体免疫系统, 具有养肝解毒的功效, 并能对抗抑郁症, 因此较适合年轻人使用。 青苹果还可促进牙齿和骨骼生长, 防止牙床出血。 黄苹果 黄苹果更甜, 对保护视力有很好的作用, 经常使用电脑的上班族可适当进食, 它还可强健人体免疫系统, 对预防某些癌症也有好处。 吃苹果,别啃苹果盒。 苹果盒含有少量的有害物质, 青青酸。 青青酸大量沉积在身体, 会导致头晕、头痛、 呼吸速率加快等症状。 严重时还可能出现昏迷, 吃苹果前先解决几大疑问。 问题一, 吃苹果到底要不要削皮? 苹果皮里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 但人们又担心会不会有农药残留, 于是不敢吃皮。 其实, 目前正规种植的苹果, 基本都符合无公害标准, 并且苹果在小时候就已经套袋了, 基本接触不到农药, 所以可以用水洗净直接吃。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江威波则提醒, 在流动摊败那里购买的廉价苹果, 或是蚕刺苹果产品中夹杂的落地果, 受农药污染的几率较高, 削皮后再食用更安全。 问题二, 哪种颜色的苹果最有营养? 从红富士、黄元帅到澳洲清瓶, 虽然这些苹果外观差异很大, 但只是糖分、有基酸等含量有益, 营养几乎相同, 但从口感口味来说, 金冠软、富士硬、清瓶酸、 国光甜,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问题三, 每天到底吃多少苹果? 天津营养学会理事长傅金如表示,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每天吃200到400克水果, 基本上一个大的红富士苹果就能满足, 不过没有必要恪守每日一苹果的准则, 每周三四个即可, 可以穿插吃些其他实令的水果, 全方面补充营养。 此外, 由于苹果质地较硬, 吃的时候最好细嚼慢咽, 避免狼吞虎咽, 以免损伤肠胃。 吃苹果最好的时候是在两餐之间。 问题四, 果汁果酱能代替苹果吗? 在苹果制品的加工过程中, 果汁的营养损失最少, 果酱由于需要加热, 可能会损失部分水溶性维生素, 同时在加工过程中会添加较多的糖, 所以不建议大家用果酱代替真正的苹果。 不过, 其他的苹果制品还包括苹果酒, 度数不高但口感清纯, 老人可以喝一点。 苹果醋有减肥功效, 但尽量别空腹喝。 问题五, 空腹吃苹果到底好不好? 早上空腹吃苹果, 可以治疗慢性腹泻和大便干燥, 因为苹果中的柔酸、 有基酸等物质具有收敛作用, 而果胶纤维素具有吸收细菌毒素的作用, 所以可以止泻排毒素。 每天早上空腹吃苹果或喝一杯苹果汁, 可预防胆结石。 但是胃不好的人, 空腹吃苹果会感到不舒服, 因为苹果中含有大量苹果酸、 维生素C和柠檬酸。 空腹吃得太多的话, 这些酸会与胃酸起化学反应, 形成不易融化的块状物, 而导致胃部发炎。 问题六, 生苹果和熟苹果有什么区别? 苹果、梨、桃、香蕉、 菠萝等常见水果, 由于其含有的水溶性维生素较少, 所以煮熟吃, 可能有意外的营养收获。 熟苹果具有清热去火的功效, 特别是对口舌生创和牙龈发炎 以及舌裂等症状。 煮熟的苹果, 其止泻效果更为突出, 其有大量的天然果胶和膳食纤维, 在加热以后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能消除肠道中多种病菌, 对人们的腹泻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熟苹果所含的点是香蕉的八倍, 是橘子的十三倍, 因此熟苹果也是防治大脖子病的最佳水果之一。 熟苹果的健康吃法 苹果包猪肉 苹果若干个切成块, 带皮猪肉一块, 花生若干, 桂圆肉若干, 储猪肉外, 其余材料一起放, 若体质怕寒, 可放尘皮一块, 至水开后放猪肉。 包制一个小时左右即可, 有清新润肺温味的功效, 在干燥的天气喝, 有滋润的作用。 苹果扎枣粥 苹果一个, 山楂十五克, 大枣十枚, 精米一百五十克。 苹果洗净, 去皮和切碎, 与淘洗干净的山楂, 大枣, 精米一起, 加水煮成粥即可。 具有补须健脾, 除鱼消肌的功效。 本食疗方除了可用于消化布粮外, 还适用于高血压患者。 对于六七十岁的年纪来说, 苹果脆脆的口感, 是能够很好地享受的。 但对牙口不好, 且年纪更大一点的朋友来说, 苹果就算得上是一种硬物了。 因此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 都会选择吃煮熟的苹果。 不仅口感没有那么硬了, 营养也更好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